徐建宏来自我省洛南县古城镇里园村 是神木惠森凉水井煤矿的一名工人 已经在神木工作了9年 9月14号晚上10点钟 徐建宏在开车时不慎发生车祸 造成头部严重受伤生命垂危 随后被紧急送往神木市第二人民医院 在医院宣布徐建宏脑死亡后 几经思量悲痛万分的妻子朱文静 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要捐献出丈夫所有能用的器官去救助他人 昨天上午10点40分 徐建宏的遗体在神木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了手术 经过评估 徐建宏的肝脏双侧肾脏器官良好 符合捐献条件 我们几番准备和人家 叫大一副院器官一直组织 联系上以后 叫大一副院 有过一些人家团队的7个人 就过来去器官 这个领开不提以后 这个器官只能守住6到半小时 然后人家坐飞机 这又回又回交大一副院 然后给需要的病人 这些 这些医症 说起丈夫捐献遗体器官的事情 妻子朱文静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几度哽咽 徐建宏和妻子育有两个儿子 一个11岁 一个5岁 妻子朱文静希望他的两个孩子 能以父亲为榜样 积极乐观的去生活 长大以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请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